歡迎收看 阿烏郎人殺 新郎崛起 桌隊廝殺 淘汰賽的第三戰 將由我們小賴戰隊 對照我們的偽進戰隊 馬上來歡迎今天12名參賽者 好的 首先歡迎的是2號鐵板麵 歡迎3號小翔 歡迎4號李娜 歡迎5號寶劍 歡迎6號冷漢 歡迎7號林婷翰 歡迎8號YC 歡迎9號艾倫 歡迎10號林旅程 歡迎11號江上如 以及我們今天的導師跟我們的伴娘 歡迎我們1號豆島 豆島 歡迎我們12號小琦炫 好的 先來訪一下今天的豆島 沒錯 豆島 今天身體如何 我覺得我好像到了什麼男校 我們全部都男生 我嚇到耶 是今天唯一的女老師喔 真的 那我只能使出絕招了 絕招 什麼 好熱 不要這樣 反面受不了了 反面受不了了 反面 好熱 妳很大絕耶 沒有啦 其實今天呢 我是想說來跟大家陪玩陪練 不是陪練 陪玩 陪玩什麼 認真 但是我希望可以加一點 好玩的效果在裡面 我就希望大家可以輕鬆一點 帶起來這個氣氛好不好 不要那麼嚴肅 然後就輕鬆完 輕鬆完 沒事 不要手艷手查我好不好 給我一點空間 不要理她 好 除了我們豆島有帶 我們的長輩出來之外 長輩 我們的小琦炫長輩也是有帶出來的 我的天啊 有啦 小琦炫有跟大家敬禮一下 我今天真的還好 我怎麼... 有熱 穿小台 我的天啊 來問一下小琦炫 他其實私下好像沒有跟我們玩過 對不對 對 沒有耶 沒有 那今天的心情怎麼樣 我其實滿緊張 因為我看播出 他們每個人都非常強啊 對 就感覺平常都好像都沒工作 一天到晚都在玩 我跟你講 他們2到11號真的沒工作 原來是這樣子的狼人殺 有啦 但是我跟你們講 他們就是邏輯最強的 幾乎有一半都在這邊 好恐怖喔 所以今天應該會是非常厲害的 廝殺 是的 現在戰前的白瑞化了 我們現在戰隊已經是 精英做精英 所以現在壓力很大 我昨天3點才睡 真的是大失眠 我從12點朝到床上 躺著想說 什麼都可以睡著 然後在這邊數羊 數...就耗到3點 我真的滿怕小賴隊的 小賴隊他們太會打邏輯了 那邏輯快到不行 YC啊 宇辰啊 小翔啊 尚如啊 李娜啊 都很可怕啦 我希望不會是我啦 我有去拜拜 今天還穿紅了一個 就想說要有點保佑自己的那個 準備 我希望可以順利進行 因為其實現在剩下來的都是 非常厲害的玩家 然後他們不論在邏輯 甚至在演技這方面 其實都非常厲害 所以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害怕 會有演技的一些選手 因為我很吃心態層面 在練習的時候 然後有被痘痘隊的言真騙到一次 因為他是 心態層面 包括他 就點的狼坑 全部都是講到我的心盤裡 所以結果 結果結果他是一隻狼 對 所以就是真的會被騙到 所以我會針對這方面 再多加防守一點 我會來報名這個比賽 是因為小賴 推薦我來報名的 所以我答應他一定要進入總決賽 我也答應過我金老師 要幫他拿一個冠軍 所以這個東西 是勢必一定要拿下來的 那我會用我的權力去面對這些 後面的比賽 現在心情其實我是還滿淡定的 因為今天就來參加自己的告別式 我是覺得 小賴隊比較讓我擔心 因為小賴隊他們裡面的玩家 是邏輯型的玩家比較多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運氣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從小運氣都滿好的 就是每次在 像以前在考試的時候 只要在大考那一天 就會是我表現最好的那一天 所以我覺得 或許 或許我就像蝸牛吧 蝸牛可能很醜 但是牠可以爬到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那希望弟也可以這樣爬爬爬 爬進總決賽的比賽裡面 現在壓力很大 一方面是怕玩不好 然後也覺得 其實上一次就覺得 已經在淘汰的邊緣 比起來鬥鬥隊 對我們來說可能比較危險 男生看到女生的時候 多少會有一點 李娜嗎 我們練習的時候 她也是讓我壓力滿大的 就是會覺得 看不穿 然後很難爬 今天出乎意料比較不緊張耶 因為就覺得說 差不多就是走到盡頭 所以就是覺得 好像在此打住也是一個 還不錯的收穫的感覺 如果自己被淘汰自己哭 會不會很糗啊 如果自己被淘汰 然後自己哭得最慘 然後隊友都沒反應的話 那我真的是不如鑽個地洞 直接到那個八大一樓去算了 然後說好吧 我今天可能要忍住我的淚餡 就是要像王心嶺一樣忍住不哭吧 因為小賴隊就是選顏值的嘛 對不對 然後所以每次跟他們玩的時候 真的很容易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結果他們說什麼 就對對對 好 盤盤盤 然後盤到最後 原來他們是臭狼 這樣子 尤其什麼YC 雨晨 他們都很厲害那張嘴 男人的嘴 騙人的鬼 我們不能夠那麼喪志 就是呢 儘管我自己可能覺得到此為止 可是還是有機會的對不對 因為狼人殺害這個 講究運氣跟實力並存的一個遊戲 所以呢 我的實力弱人一節 趕快我今天爆人品 我的運氣非常好 一氣棒棒 一氣棒 不要留下什麼遺憾 然後不要幫狼隊工作 幫我自己的底牌 要對得起我自己的底牌 我拿什麼牌就要玩什麼樣的樣子 給大家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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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漢加油 我相信我們這一隊彼此很團結 而且我們都需要自己的自信 所以拿出自信 好好打敗小賴隊跟痘痘隊吧 最平常心的心態 但是最認真的態度 去面對這些比賽 我希望我能夠一樣保持專注 保持正念 然後說該說的話 做該做的事 順著感覺走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是那一個黑馬 好的 我們最後一場要進行的板子 就是黑狼王跟魔術師的十二人警長局 那狼人的配置 有一隻黑狼王跟三隻小狼 那黑狼王是自爆無法待人的喔 好的 好人正宜有 裕言家女巫獵人跟魔術師 以及四個平民 那魔術師呢 可以在每天晚上交換兩個號碼 那交換的事情都會在晚上 都是交換的 那換過了號碼呢 就不能再換了喔 那女巫全程不自救 雙暴吞緊迴 請問大家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請確認 角色身分 今天黑黑的事實畢業 正在開始進行警察和候選人 請其心意 天亮要請出真言 請抽證件發表手續 十一號發表人件 大家好 我是十一號 鋼鐵超級好人牌 對 沒錯 然後小賴隊只有我一個人上警 可惜我不是預言家 那這把就看偉晶老師戰隊的決鬥 那我自己看名牌嘛 其實我第一個看到的是十二號 十號的眼睛很大 然後看不太出來 是藍還是神 或是其他好人牌 我看不太出來 但我覺得他感覺有在 很認真地敏很多人的身分 就他這樣看一圈 對 然後八號喔 這眼神看著我 應該認得出我是好人吧 對啊 八號喔 八號我不敢保耶 對 我覺得八號在敏 不確定的 然後 差不多這樣子 我是好人牌喔 那就看 等一下 冷漢剛剛突然瞪我一下 嗯 你猜給我什麼暗號嗎 但我跟你是沒有見面的牌喔 所以你如果 不接受 這邊不接受 我是一張好人牌 那就看後座位的遠家 過 退水 換我吧 驗一的心路歷程是因為一 我真的沒辦法分辨 聽他的發言狀態 因為他都會打一些狼坑 打到我的心點上面 我都會認同他是好人 但是最後還是被他騙得團團轉 所以昨天晚上就驗了一號牌 一號牌是我的精髓牌 他跟版面是穿情侶裝的 你沒有看到嗎 那錦輝流的話 先12吧 因為今天大家都是參賽選手 我就想說那就 大家就拚發言 拚邏輯輸出 先把外智慧的伴娘們先驗一驗 所以12號錦輝流第一個 第二個先驗這張3號牌吧 沒有理由 因為他就坐在我旁邊 我把他左右都驗一驗 也就是說錦上後面679 誰要跟我跳呢 我不知道 聽發言 但是我評斷一下前智慧11號吧 11號高距離是一張好人牌 因為聽他的發言 跟他的發言狀態高距離是一張好人牌 也就是說 而且那隻狼有可能是狼槍牌 狼隊應該高距離在井下 所以井下已經驗了一張1號牌 是精髓牌的話 外智慧剩下3 4 5 8 10 這四張牌裡面高距離出2到3狼 那也就是說 歡迎狼隊來衝鋒 那這個是魔術式的板子 你們也追不回輪次 那就歡迎來倒勾給我 倒勾給我的話 我還可以先保你們進決賽圈 那679看你們誰要跟我跳 歡迎 11號可以先保 因為11號的發言狀態 跟整體的心路歷程 他在井上那些發言的頻率跟語速 其實基本上都是可以通過的 1號是我的精髓牌可以帶對 請回留先12號3 過了 好 6號發言 不是預言家 不是預言家 不過剛剛2號聽起來 40是來自於他剛剛 他之前騙了我們 騙得很猛很猛 所以那個包容度 必須降到最低 對 所以2號即便他跳得再完整 我都還是對他存疑 所以他現在我只能給他60分 後面還有兩個玩家 我不知道誰會跟他對跳 不過剛剛11號感覺向好 因為他一直跟我喊話說 拜託不要對他做什麼任何操作 我是個好人牌 我不需要對你做任何操作 對 我不是狼 對 那現在剛剛2號他盤桌上井的五個人 他認為11向好 後製可能頂多開一狼 五個人開一狼 然後井下三個人 七個人又開三狼 我覺得這聽起來是有點不太現實 我覺得比較像是兩狼 上井兩狼井下的 對 所以我覺得7跟9個人 2個人坐兩狼 對 那我是暫信他是預言家 那79再聽看看吧 底牌的好人過手 退水 退水 9號發言 預言家牌10號是我的精髓 那我跟你公平對決 我剛剛先講我心路歷程 我一開始起來 我很想驗三號 因為我銘牌是銘到三號有掛像 可是我 因為我覺得之前玩遊戲的幾場經驗發現 我的左右兩邊 剛好是包夾了兩個高碗 然後加上剛剛我一起來 我看到就是我不想驗我同隊的人 所以我想說那我先從這邊去驗 那因為你晚上的時候 你手真的一直抖 我不知道你在抖什麼 我就想說好想驗三 然後說好 算了 驗10號 所以這是我的心路歷程 但是10號是我的精髓 那我現在要排我的井輝流 其實我很想 不好意思 我還是會有點想要奔配置 我想要先驗我的這個 旁邊這位另外一位的8號 所以我第一井輝流我想要打這個8號 然後第二井輝流我想要去定驗這張1號牌 所以你剛剛就是 反應上很像跟這個2號作為不認識的牌 可是我覺得 畢竟1號牌是都有導師很會演戲 所以還是可以再確認一下 那 版面我們可以公平對決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剛一起來的時候 一開始尚如沒有講 我就覺得說我很不希望是 六七兩張牌跟我對挑 因為我很希望你們都能夠 這句有好的表現 所以我看到這版面我安心得非常多 我們就公平公正的對決 我跟你拚 那我如何不要 我再稍微講一下我的邏輯好了 我覺得剛剛其實 我不知道你的發言 你有說到六七九會產一郎 因為 六七九產一郎這句話 我認為有可能 會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也沒有放下六根七 可是我的井輝流 我不希望等一下的人家打我說 我井輝流沒有留六根七 因為我捨不得 不好意思 我捨不得 所以我寧願先驗這個八這樣子 然後我先驗八後驗一 那這是我的錶水 十號是我的金水 我希望你認得下 然後 我們就有公平的競爭 預言家派 過了 用退學的玩家要請出一下 請大家進行投票 三二一請出票 三二一請出票 九號 登學請教 公平的昨晚結合 昨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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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安逸 請教的請決定 請做父母請給我發言 八號 拍戲分 我想一下喔 有點難 因為只有我上給二馬 這個票型讓我非常毛骨熟 因為我知道我是一張好人牌 所以 我是真的覺得我站對邊 然後 然後讓人衝鋒 然後好人暈 好可怕喔 這個票型 因為 二跟九緊上的力度 我不得不說兩位都跳得很好 但是九號一直在重複一句話叫做 我們公平競爭 他講了大概四五次吧 我就覺得很不像預言家 因為 今天你是個預言家 然後你要一直強調什麼 我們公平競爭 我們公平競爭 我聽起來我覺得 然後 他的視野觀直接把 錦上的六七放了 他先把六七放了的原因 是因為他先對六七說 還好不是你們跳嘛 所以我很心疼 但他後來就說六七我不放 所以他對六七的定義 其實是 挺反覆的 然後 二號 我說不出二號不像的理由 說真的 他彥衣很合理啊 因為他就很可能配衣片 所以 他彥衣也就是 真的滿合理的 我非常認同八 這個 剛才講到 九號一直說 這個公平競爭 這件事情 然後先這樣 我剛剛的井上退水 是因為我覺得 二太像真譽了 所以我 我想讓 因為後面只有九可能會跳嘛 所以我想讓九 有那個 來不及夠思汗跳發言的 那個 那個時間 然後 然後 聽完九發言 我還是覺得 我會 我目前會站二 然後 二個二的井灰流打 十二三 我覺得 馬馬虎虎 就是普通 但是 然後二說 反面他說 他驗三沒有什麼理由 就是在我的資料庫裡面 他是 他作為真願家的時候 作為真願家的時候 是會說這樣的話 然後 再來就是 我覺得九 比較沒有那麼像真譽的 一個點就是 剛才 八號有提到說 他 他其實 打了很多情感的東西 然後 然後再講說 捨不得我們跟他對跳 但是 一下說 可以先放 一下又說 要再看看 所以這是我 目前還會站 還是站在二邊的理由 好 六號發言 那我應該沒有站錯 我剛剛姓二的比較偏向 預言家這一點 就是認為他發言完整 然後驗一號 心路前也是合理的 那 景夏我現在看到上票之後 我更覺得我站對邊 我覺得二號是一個 預言家 因為九號拿大票型 九號他只用一個溫馨 溫馨的對話 對我們六七 還有五號 就是喊說 不忍心驗我們 然後用這個溫馨的感覺 去拉攏我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九 單靠這件事情去 想要認得他是玉的話 我認不下 對 所以 我覺得景夏這麼多票 投給他 那一 三 四 五 十 十二 大概率就是另外三郎 那還真的有可能是景夏一郎 景夏三郎耶 那二號真的神太厲害了 就還可以預測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要講一下七號 七號這局邏輯盤的可以耶 平常在裝暈 再裝就不像囉 再裝就不像了 再裝就不像了 謝謝 剛剛敏排的時候 我覺得五號有一個 很微妙的表情 他是個遠目 看著遠方這樣子 不知道他也沒在看大家 他看遠方 我不知道他在思考什麼 感覺是有點什麼東西 所以我會想聽一下 五號的感想是什麼 而且我們偽禁隊 只有他沒上景 倒想看看他 為什麼不上景 是不是那個狼 想要衝票呢 對不對 所以 聽聽看寶劍 加油 然後其他因為小賴隊的 就是大家都在景下 那 只有上爐上來 之後十一號玩家起來 那十一號剛剛已經 我覺得他的景上發言算偏好 所以要排隊也排不到他 那我是要打狼坑 暫且一下 就是我標九是狼的話 那 一是精髓嘛 那所以三四五 十十二 對 十被發精髓之後 十是 接精髓的 那十號是有可能做成九號狼隊友 好 那 九十十二然後三四五 這六張開 沒錯 那大概是這樣子 好 過 好 五號發言 我先說為什麼沒上景 是因為我本來就不會上景 你什麼時候跟我玩我上景過了 我就是一個不上景玩家 因為我覺得上景就多說多錯 我就很怕我自己就是 明明是好人要被大家扛推 所以我都沒有上景過 然後我先講我景下 景上站 九遍原因 其實是因為 我就覺得說 真的 他在那邊狂情了 我說對耶 就是 好像他講有就是那個 我就是結合了之前的資料庫 然後再加上他剛剛跳的 我覺得也還OK 然後加上 其實二號 是因為我覺得他敏牌環節 就有點 然後我覺得 怎麼 我就被嚇到 然後加上他剛剛的景上的 我覺得有一句發言很怪是他說 你知道 狼來衝鋒給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 因為 如果假設你是真譽的話 你應該說 你不會說歡迎狼來衝鋒 然後你是講完之後才發現說 自己好像講錯了 說那來倒鋒好了 所以我覺得 你前面那個口誤 有點讓我小過不去 雖然說你的發言 的確是都很完整 然後但是 我覺得景上 因為你還說景上 應該只會開一廊這個格局 會讓我不太知道 你到底怎麼盤出來的 因為你景上 後製我還有三張牌 會讓我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那麼篤定 覺得景後面只會有一張 出跟你對跳的牌 不會有其他的狼隊友 所以會讓我覺得你的視角 有點微怪 所以是我站九邊的理由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剛剛前置位的 八七六 因為八號目前是跟我站反邊的 所以我可能會先標個問號 這樣子 然後七號的話是 我覺得他在景上直接退水 然後像他剛剛講的東西 我覺得還OK 所以可能先放好 然後六號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好的是 他在景上 有些人說他直接站 他站二號六十趴嘛 所以可能要再著重聽一下 然後我想聽一號 因為你們剛剛前面都沒聽 你們站在二邊 你們應該要知道說 為什麼一號他是二號發的精髓 他卻反水投到了九號 你們應該會想要 著重聽一號的翻譯 可是你們都沒有講到這點 所以讓我覺得 好像沒有要特別好 但我就想著重聽一 我怎麼會反水這點 其實 那跳行真的會讓我有點害怕耶 對啊 因為剛剛 發生一點就是小失誤嘛 就太鐵頭的部分 其實 我明白五號說的那個 就是被擒留的感覺 不然的話 其實我跟九號說一下好了 我會先站在九號邊 真的是因為 他說的那個心態的東西 就是他說他不想要 搞到自己的隊友 讓自己的隊友被淘汰 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很溫馨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不然的話單聽發言 其實我是 覺得二非常非常完整 就是 加上九號我有一個地方 就是比較過不去的地方是 你說 一跟二 你覺得他們像不認識的 這個我也認同 可是你卻還是要把一壓在 你的警徽流裡面 這個會讓我就是比較 就是我會 就是真的會比較沒有辦法 雖然我還是站裡面了啦 但是就是 我心裡其實有點過不去 加上 前面的人好像都在告訴我 就是無論是 好人還是狼人 我不確定有哪一些是狼嘛 但我覺得好像都在告訴我 就是告訴我說 就是 我們其實二號才是生育這樣子 大家都站錯了這種感覺 就是他們邁出一個視角 我覺得是這樣子 除了五號以外 就五號他也是有點跟我一樣 比較不知道 但是好像前面都 大家都說 好像站錯了什麼的 所以我現在開始其實會 有一點自我懷疑 所以我會想要再聽一下 二號跟九號的發言 對 因為我確實看到 二號發一號精選的時候 一號是皺眉 很明顯是不認識的 所以我真的有點過不去的點 是九號還要把一號押進警惠流 這件事情 我是比較覺得 就是 但是你的情感上是很像的 對 好 那先這樣子 七號秒退學 我覺得滿好的 對 好 過 好 三號牌玩家發言 我先點評上情玩家好了 上情玩家的話 我只覺得 首先點十一他那個 起手式發言我會覺得很輕鬆 所以十一請上算好的玩家我覺得 然後七還不錯的話 我是覺得說 他那個快速給我買 像好人心態 因為他如果做了一隻狼的話 他大可以幫前智慧的狼人號票 我是站九邊的 那我明牌的時候是明二四六 明牌是明二四六 那八號牌 我感覺要給他一點包容度耶 是嗎 因為他一直看我騙我 跟上一場一樣 講一下喔 請上的話 就是我明牌明六 是因為他就是整個臉很尬 然後一直發抖 然後加上他剛剛上情在發言的時候 十一號點六的時候 六號的發言是 他後來六號發言他這樣 真的小動作 他手一直這樣 我就說六號怪怪的喔 然後九號 我先講為什麼我會站九邊 是因為 九的心態面我覺得很像 因為他說他閩三 我記得他其實我是說 他閩三號牌 他覺得他想驗三 可是後來他又看到十號牌在抖 所以他驗了這樣十號牌 我覺得他整個心態面 是比二號牌像預言家 因為二號牌是射狼 因為一號牌明明就說什麼 等一下 不要厭我喔 二號牌射狼 就想去摸這個一 然後摸這個頭 對不對 所以二號牌我覺得像狼 就是他整個發言 感覺像是白天營的人 他說一號牌 因為我然後邊想邊講說 一號牌我覺得 他的配置我聽不出來 我覺得感覺二號不太OK 對 然後前志位的話 還有這個四吧 四是 他起手是說 大票型讓我有點害怕 我覺得這聽感上有點 怪怪的 聽感上 還可以再給一點包容度 然後八的話他聽不出九 我覺得 好 算了 狼吞先點二四六 八 還有誰 我覺得外志位都向好 我覺得我狼吞先點二四六八 過了 好 二號牌發言 你們仔細聽三四五 站邊九的邏輯 全部都是只有心態兩個字 那我可以跟你們講 我直接把你們心裡話講出來吧 你們就是怕被我騙 就這麼簡單 你們就是怕被我這樣牌騙 那我就是真的是一張御人家牌 因為我昨天晚上 你覺得在井上的發言值這樣久 永遠只有輸出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10號是他 是他發的精髓牌 然後再來就是他要公平競爭 就這兩個 他沒有任何輸出質量了 我從井上盤十一是好 我盤後志位六七九 高距離只有產一狼 我說井下高距離產狼人牌 狼人出來衝鋒 那狼人出來衝鋒 就已經裸票型 我就更好抓狼了 我說 所以五號牌拿這個來打我 因為我知道明知道井下高距離產 二到三狼的情況下 只要一個好人 我已經說過了 所以我是說 你們兩人要衝鋒 就衝起來我更好找 那這張三號牌 四號牌 五號牌 發言邏輯永遠都是說 講不出酒哪裡好 就只有說心態層面好 那他的狼坑在哪裡 他幾張發言打狼坑了嗎 沒有啊 對不對 那我驗這樣一號牌 你要反水 你不懂我的心路律程是因為 我們在私底下玩的時候 我真的被一號騙過 所以我真的要摸一號摸清楚 然後如果他是好人 我跟他一起 站隊把狼揪出來啊 所以我已經講完 我的心路歷程了 有可能你不了解 那沒關係 那我排一下狼坑吧 九號這邊定狼 高距離是一張狼槍牌 十號牌是不是他的摸頭筋 或不是狼發狼筋 這個其實我高距離 覺得十號牌是一張好人牌 因為我緊張在跳的時候 十號牌一直 九號牌在跳的時候 十號牌一直跟我隊員 一直跟我隊員 可是我平常是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一直跟我看 然後我就看了他一下 高距離覺得是一張好人牌 十一號也是好人牌 我覺得狼坑 這四張牌裡面產三狼 然後九 是那一張定狼牌 六七八會不會產到勾 我其實已經盤不太到了 因為大票型來講 全部都上給九 你們就知道狼隊在井下衝鋒吧 你們仔細聽 十一你們認為是好 你們甚至認為七是好喔 也就是說 如果井上只有二六的話 狼人也在井下衝鋒啊 那你們認為六不好嗎 那六如果不好的話 那井上不是就只有 甚至只有 如果你們認為站九邊 就只有我一張二狼 那就是狼在井下衝鋒啊 這不是鐵邏輯嗎 那我不知道一號 為什麼會翻水 我兩個已經打出來了 十二 三 四 我沒有井規流 我一定會往狼摸 就這麼簡單 過了 太難了吧 為什麼想要翻水 是因為呢 我在名牌的時候 我一看完牌 這個二 對 我想說 對 就是他完了 他就看到旁邊 然後他應該要看我才 對 我難道下來跟你玩 一直看三號那邊 完全不理我 然後結果後來 剛剛他說他厭我 那我當然就覺得 你又沒抿到我什麼 你厭我 太奇怪了 然後一直在我旁邊躁動不安 我們今天是不是穿情侶裝 對啊 我們先嚇到一下 就是我對你那個 驗我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 就是你又沒有明目 你也沒看我任何一言 你要驗我 然後井規流壓個十二 就是我們兩個 難得陪大家玩 又壓我們兩個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 酒發言其實還行 然後 他只有最後一句 我聽一聽一聽 我覺得我想要信酒了 但是他最後有一句 讓我有點擔心 就是他說 你說十斤水 我希望你認得下 然後你在跟誰講話 不是 誰要認得下 你驗他就驗他 你希望誰認得下 我不太懂 所以我希望你解釋 你這一句話 那 我現在有排大概 我如果站九邊 可能就是 二 然後 六 六之六 我覺得沒有很好 因為六一直好尷尬 然後又跟我站反邊 他百分之六十要站二邊 然後講話發言 我就滿緊張的 然後 還有一點很怪是 二 從井上就在包 先說十一號 後來又再最後一次又說 我真的覺得十一很好 井下他又說十一好人 他沒有驗過十一號牌 為什麼知道十一號好人 你可能覺得他看起來 瓜相好 為什麼 可是你怎麼保得到他 所以這也是讓我覺得 你很不像點 我前面覺得三還不錯 因為他跟我坑滿像的 然後我會再聽後面吧 我會再聽是酒再決定 然後我反水的原因是這樣 過 好 我先講名牌好了 名牌的時候覺得 24680代身分 然後我自己是站九邊的 因為我覺得九的 雖然他講了很多 有點微情樂的話 但是我覺得他的心路歷程 感覺是真實發生 就他在模仿說 他看到十號一直發抖啊什麼 本來想驗三 但撇過來看到十號在發抖 我就講出這個情境太真實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實 發生在夜裡他看到的東西 然後他真的驗了十號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 所以站在九邊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 二號前面講話 前面講說 他覺得六七九只產一郎 我覺得 所以一開始我就沒有辦法 站到二號邊 再加上前面 你們就已經有一些對話 然後講說 不要驗我 不要驗一什麼 結果你還驗一個一 我覺得 這個驗人有點像是 就是為了做效果 還是我選了一個一號牌來驗 所以我就是沒有站到二邊 然後我講一下 我目前的狼坑 我覺得三號 三號跟一號在我眼裡貼好 就是因為他們的坑 都跟我滿像的 我也是 然後再講一下 我覺得前置位 除了汗跳以外 最不好的是四號牌 因為你通編講了一大堆九的不好 但是你站在九邊 就你講說九那個什麼心態 然後怎麼樣... 然後你說可是二很完整 然後講了九一大堆不好 警匯流不好什麼什麼不好 然後最後還是站九邊 那我覺得在這裡 對我來說 你有一點點太反覆了 我原本想站邊二 但是一號的發音有點打動我 我現在其實沒有辦法 很穩定站邊 那我先講警上好了 警上就二 六 七 九 十一嘛 那警上我覺得七號非常好 然後六號我這裡是標 聽感非常不好 外加 他說他覺得警上應該出兩郎 但你認了二是預言家 你沒有點評 可能後製會七 九 可能比較像狼 嗎 對 然後我在這裡給你打XX 一個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你沒有講段子 因為這個六號每次起手 我自己反而就會先來一段對聯 先來一個段子 我想說六號怎麼突... 他好像寫好但你沒講 但是 起手式發言確實抖了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六號 其實警上非常不好 然後這裡我標好的是 一 三 七 一 三 七現在是我可以保的拍 然後二跟九 我原本是想站邊二 但是 二真的太... 感覺太會騙人了 然後剛剛講的內容 其實打的都是邏輯點上 但是 你沒有去評價 警上的六跟七 因為我覺得 七真的警上滿好的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點點七是好的 然後還有這個六 這個六它真的 真的狀態不是那麼好 你也沒有點到這個六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一個點是 你是預言家 你說九是狼腔 但我不知道我沒有漏聽 你好像沒有說今天要推誰 然後 你也沒有說可能 九是黑狼王 所以你如果要去讀他或是 魔術師要怎麼轉 就是 在我視角你如果是個預言家的話 你應該會先安排好工作 今天一定要把九推出去 但是你給我的感覺 你沒有那麼迫切的 想要把九推出去 是我認不到你預言家的點 不然我原本其實滿信這個二 因為 外加票型 真的票型差太多了 站九邊 然後坑打二六八 一 十二可能會慘勾 可能 但不一定 但我目前聽起來是好 因為勾一定是最後在盤的 我先抓通再抓勾 先點二六八 原因是二 二錦上不是跟你開視野嗎 他們不能夠做成預言家點在這 他是說 錦上後座只開一廊 他沒聽到後座的六七九發言 就會說 錦上後座只開一廊 你都沒聽到發言 因為我不用去用狀態去認 我用邏輯去跟你們講 因為就當二二玩家講出這一點的話 就代表說他已經開視野 說錦下開三廊 但我聽錦上六的發言非常緊張 然後他說要佔二號玩家60% 然後最後後面說 我打二 我又不太心張二 就有點前前後後的邏輯反覆 所以我認為說六的玩家可能是張狼狼牌 然後再來你們外置位要佔到九邊 你一跟十二的坑 尤其上一沒有留到八 對應該你要把八入視野 因為八是錦下衝給一張二的 所以你們大家要佔到九邊去 那你八一定要給入坑 但就像十一號玩家說的 他有盤到這些東西 工作安排的東西 完全沒有 那你覺得二能夠做成一張一連夾牌嗎 不太可能吧 所以當二跟九這樣起跳的話 我還是繼續站九邊 的原因在這邊 那我可能會打二六八 然後四喔 四我覺得給他一點包容 給他一點彈性吧 再聽聽看他 大家都點到四很不好 但都沒去點到說 六號玩家其實比四號玩家 還更不好一點 因為他其實更緊張 六號玩家更緊張 然後七號玩家也不用多說 如果大家四眼賣出來一張好的牌 十一號玩家 我覺得這輪聊得非常好 他已經聊到 比前置為大家沒有聊到的東西 都已經把他聊出來 魔術師 狼王 猜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十一號玩家這一把 好的牌 GO 連線… 預言家發言喔 我想要先八後六 先八後六 這輪就出二啦 那我一個個先排 我怕他們會自爆 那我覺得想 我覺得八已經幾乎可以是我的定狼了 因為八上錯票 我真的很難接受 我真的無法忍受 我先講一下二號剛剛打我的點 二號剛剛說 我沒有盤井上的狼的慘的狀況 我哪知道井上我什麼狀況 可能不好意思 可是井上我現在一聽完 我覺得很不合理啊 因為你看喔 前面六七馬上輸出我 然後剛剛一開始 我講了我心路以前 我不再贅述一次嘛 所以我覺得六七的話 其實七號你剛剛講的 不見得會成立是因為 你說你馬上退水會來不及反應 那其實如果我今天我是那個狼 我本來就要跳了 其實根本不影響 我希望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如果你是因為這一點來不信我 那這樣子我覺得很可惜 如果你是好人的話 然後六號馬上就跟著在那邊 狂打我這張牌 所以我覺得 我基本上我跟蘭坑真的一模一樣 我不是聽你講我才寫 我是覺得二六八三個 可是你講的有道理 到底第四張在哪裡 我覺得可能會開在十二號 原因是因為剛剛前面的話 四號就是有稍微小踩我 然後有點模糊不定 然後這點三號有講到 但我覺得會不會是 他們已經提早在排這個四號 在下一輪的扛推位這個行為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輪的話 因為我等一下歸票我會歸二號 然後我會先驗這個八 我覺得先女巫的話 如果你認為你藏得住 你不一定要先工作 但是二高級會帶我走 我是這樣判 然後剛剛六號有提到說 對不起 剛剛六號有提一個 肥點很奇怪說 為什麼我要跟他們 保他們兩個跟他們拉票 其實六七兩張牌都在井上 我根本沒有拉票的必要性 那我剛剛會跟 像一號跟我講的說 我剛剛跟十號喊話說 希望你認得下 我覺得好險你認得下 因為你這是個有用的精髓 我覺得很棒 所以我很欣慰 我剛剛非常開心 然後剛剛八號有打我一個點說 在於 在於說我有點 就是一直強調公平競爭 因為老實說 可是我很怕我的狀態太明顯 是真原家我會被踩 所以我才一直強調說 我們就來比發言 但是確實二號發言得非常的好 這就是我的心路歷程 那剛剛說我拉 用情緒拉六七 這個不成立 因為他們兩個在井上 他們根本上票 沒辦法上票給我這張牌 所以我是確實用這個 保護六七的邏輯去這樣講 我覺得你們起來 我本來很擔心你們要跟我對跳 這樣子 好 那我覺得 我請問我還是先驗這張八號牌 因為它上肥票太怪了 那我目前狼人是二六八個 可是我覺得可能會開在 四跟十二號開第四張 那我們今天這一輪先出二號牌 我等一下驗八號牌 魔術師麻煩工作一下 麻煩工作一下 等一下可以換我 跟一個你覺得狼的人 好 我歸二號牌過了 請大家進行投票 請大家進行投票 三 二 一 請投票 二號 淘汰請去淘汰區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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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開了嗎